羊群突然大量死亡 养殖户矛头直至饲料伤 面对冲突该如何化解 不辞辛苦 他把矛盾化解在田间地头 新时代正法阴谋人物展播 摩托车上的奈凡所长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为了抚慰伤痛 他俯身去拨当事人伤残的双脚 让法律真真实实地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中 为了化解矛盾 他行动不变 却一天时间两个山村忘返酒烫 有了他我就一直能够走下去 为了取得证据 他长期接触有毒事迹 整晚整晚都难以入睡 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 他是检察官 他是警察 他是法官 他是人民调解人 他们心里装着群众 他们眼里充满光和正义 他们是新时代政法英魔 山西广播电视台 社会与法治节目中心 新时代政法英魔系列人物展播 带您走进他们的温暖故事 今年50岁的魏官员 是大同市新荣区司法局西村司法所的所长 小时候因患小儿麻痹症 导致肢体残疾 这么多年来 他的老魏党员调解车 陪伴他跑遍了西村乡的角角落落 从村民家里回到单位 已经是深夜了 但魏官员还是将一天的工作 仔细地记录在了工作日志上 这是他多年以来形成的习惯 第二天一早 还有一个需要调解的事情 疲惫的他 顾不得洗漱 就沉沉地睡去了 老郭 哎呀 没错呢 有活了 我摸你的死 先哭着了 咋意思 可以的 老郭是西村乡镇和补村人 饲养着200多只羊 最近一段时间 他养的羊突然大量死亡 这让他很是烦躁 他认为是饲料出了问题 于是把矛头指向了 卖给他饲料的刘师傅 特别不是我为的 特别是你饲料的 就是饲料有问题 饲料有问题 因为我到了也不是你娘娘 我也有救羊 突然死了几十只羊 老郭很是愤怒 和卖饲料的刘师傅 协商了几次 都是不欢而散 魏官员 这次来找老郭 就是受刘师傅委托 调节解决这件事的 老郭和刘师傅的 第一个争议点就是 老郭的损失究竟是多少 老郭说 羊偶尔死个一两只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一般的处理方式 就是挖个坑埋进地里 可是那段时间 几乎每天都有好几只羊死亡 到后来 开始十几只十几只的死 他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你出这个围四流 一入几万地围 还是这几天围的有变化了 有变化 这个你的 这个你的那个 十四九十就算了 因为我们这个条件 你找这 也围了 我拿这就各围了 别得咱们围 还是个一千有 就是愚蜜 围这又没得不然 围这事 我一切没法要语 听完老郭的话 这魏官员的心里 也是一阵的犯嘀咕 这羊大批死亡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具体数量又有多少呢 老郭养了二百多只羊 现在确实少了很多 而且已经被老郭处理掉了 具体是不是像老郭所说的那样 死了将近八十只 无从得知 每只羊的成本价是六百元 如果这么算的话 老郭的损失大概在四万八千元左右 那刘师傅卖给老郭的饲料 究竟有没有问题呢 这两个最关键的问题 必须搞清楚 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协调 老郭只要说起羊死亡的事情 就很气愤 他之前找过刘师傅几次 可是两个人都是大吵一顿 然后不欢而散 孙干部也帮忙调解了几次 都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办法 老郭和刘师傅多次协商畏果 就想着 既然对方不愿意赔钱 那就把老父亲老母亲 带到刘师傅家 反正呢 几万元的损失 住在刘师傅家 吃也得吃回来 魏官员了解到这一情况 几次劝说 这才让老郭打消了念头 避免矛盾 进一步计划 下一步呢 就是等待 饲料检验结果出来之后 再去协商两人之间的赔偿问题了 这样的事情 魏官员几乎每天都要调解好几个 小时候因为患小儿麻痹 让他行动不便 但周围人的关心帮助 让他养成了乐于助人的习惯 1994年 魏官员参加工作 在新荣区西村乡党委办担任秘书 每当遇到群众 到乡里解决纠纷 他呢就主动上前劝导 有时候啊 几句话就能解决群众的烦心事 也让他呢 逐渐对调解产生了兴趣 1996年 他主动请英当起了司法助理员 就这样 他在司法行政战线上 一干就是25个年头 在魏官员的办公桌上 放着这么一张牌子 上面写着奈凡两个字 老魏说 奈凡这个词其实来自大伙对他的评价 之后他就把这两个字摆在了桌子上 他说 这么多年来 这两个字不仅一直装在心里激励着自己 而且也是他工作的座右铭 对待群众的是 要耐烦耐心 一丝不苟 真诚热心的解决好每一件纠纷 化解好每一个矛盾 魏官员说 调解工作干的多是一些琐事 每天跑细了腿磨破了嘴 但是他却很喜欢这份工作 看着一个个矛盾得以解决 再忙再累 他也觉得值 这不老郭家的事刚开了个头 另一个村子已经有人等他上门了 两家积怨已久 一次意外后 竟堵了门 暴脾气的孤寡老人 他会如何安抚 促膝常谈 矛盾最终能否化解 新时代正发阴谋人物展播 摩托车上的奈凡所长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为满足社会大众日益多元的保险保障需求 近期中国人寿寿险公司推出国寿新域遵享年金保险 该保险产品能够为符合条件的客户 给付特别生存金年金满期保险金 同时为客户提供身故保障 可帮助客户灵活规划中长期资金 遵享悠然人生 详请请咨询 95519或您身边的销售顾问 好好好 堵了 堵了 这茶壶堵了还不要紧 如果得了三高 血粘稠 哎呀 就怕堵了心和脑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 清血八味片 传承三百年清血谷方 精选矿物药 动物药 植物药 三药合一 清烘血 您看准了 清血八味片 专利药 专药清烘血 清血八味片助您 烘血清 心脑好 蒙奇清血八味片 经常惦逆 日准相单清牌科研胶囊 时间 让旋律悦耳 让味道醇厚 让回忆珍藏 时光之味 玉酒米香 国寿新语 尊享年金保险 香之多年 值得托付 黄鹤斑 黄鹤斑 黄鹤斑是病 得治 怎么治 抹药 抹药治疗黄鹤斑 开始 斑力净牌升级软膏 以医学为依据 治疗黄鹤斑 改善面色少滑 是国家批准的国药准字号专利药品 斑力净牌升级软膏 抹药治疗黄鹤斑 抹药好的快一些 斑力净牌升级软膏 黄鹤斑 你开始抹药了吗 山西广播电视台 花儿满三进少儿春晚 在山西娃娃自己的春晚 12月至1月 在山西广播电视台录制 正月初一到正月初期播出 全媒体搜索 花儿满三进 立即报名 从老国家出来后 时间已经临近中午 魏官员顾不上休息 又得赶路了 他还得再跑十几公里 到另一个村子 处理一起耕地被破坏的纠纷 魏官员在西村乡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村民们都知道 乡里有一个大事小情都能管的人 所以见了魏官员都很是热情 刘友在村子里也算是个能人 承包了将近一百多亩地 每年收入也有二十多万元 前段时间就想着将田地平整一下 没成想出了问题 魏官员这次来刘友家 是受到了法院的委托 过来了解情况的 和刘友发生矛盾的老年 已经将刘友起诉到了法院 要求赔偿三万元 刘友承认 确实在平整自家这个耕地的时候 不小心把老连的地给破坏了 但他觉得老连你这是漫天要价呀 而且事后的所作所为 也实在是让他们一家接受不了 后来就在家 就是抓了那几个抖的人 你吵着你就是那个啥 你躲在门子上不让你们出去 好 出去 我们就跟巧 魏官员了解到这样的情况时 心里也捏了一把汗 堵在家门口 这可不是一个好情况 稍有不慎 就可能变成肢体冲突 进一步加深矛盾 魏官员决定 还是得先把事实搞清楚 他想着先去地里看一看 刘勇说 对方的土地实际上被损坏的面积 大概有半亩左右 而且他说 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个误会 因为当时平整土地的时候 他并不在场 是开挖掘机的小伙子搞错了方向 原本应该平整的东面 一下没动 反倒是西面和对方相邻的土地被挖了 刘勇一开始就打算赔点钱 稀释宁人 结果对方坚决不同意 魏官员之所以先来找刘勇 就是为了先听一下刘勇的态度 毕竟确实是刘勇有错在先 第二点 老连这个人他也了解 是村子里的无保护 脾气有些暴躁 之后 魏官员前往老连家 想听听老连的意见 来到老连家的时候 天色已经开始间间暗了下来 老连正在做晚饭 魏官员趁着这个机会 和老连聊了起来 其实听到老连这么说 魏官员的心里也就明白了 老连在意的是刘勇 没有跟他打过招呼 要想做好调解工作 双方的心里还是需要摸透的 其实老连和刘勇的关系 之前就不太好 这次发生了这样的事 老连就认为刘勇是故意的 就没给你这个赔偿 没有 之后 魏官员给老连计算了 土地受损面积 提出了8500元的赔偿金额 老连会同意吗 之后 魏官员和老连还有刘勇 详细确定了赔偿金额 并且约定 刘勇赔偿老连8500元后 土地由老连自行恢复 另外 老连别处的十亩土地 也租给刘勇 刘勇负责每年给老连一些米面油 最后 不论是老连还是刘勇 对这个结果都很满意 从老连家出来 已经是深夜了 魏官员呢 也基本上每天在这个时候 才能够闲下来 25年来 他几乎吃住都在单位 没有过上一个完整的休息日 母亲病危 想见他最后别人 他却在市局协调处理纠纷 等他忙完赶回家的时候 老人家已经离开了 他答应帮儿子选择高考制员 结果一忙呢 就是半个多月不回家 儿子在这个事情上 也没指望上他 一边是家庭 一边是等待调解的群众 在魏官员的心里 有愧和无愧 交织着 把这天的工作总结完之后 准备明天再去一趟镇合补村 解决老郭和刘师傅的事情 可是让魏官员没想到的是 这些事情还没解决呢 又有人找上门来了 面对冒雪而来的群众 他耐心劝道 田间小路 就是他调解的成功之路 摩托车成为他最忠实的伙伴 他就是我的脚 我的腿 有了他 我就一直能够走下去 新时代正法阴谋 人物展播 摩托车上的奈凡所长 法在身边正在讲述 久坐久站 用腰不当 容易引发腰疼腿疼 腰细酸痛 陈礼记书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腿疼腰细酸痛 强筋骨趋疼痛 输筋剑腰丸 对证 人老细不老 全靠腰腿好 输筋剑腰丸 配方砖 药材好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 治药精髓 专要专制 腰椎尖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腿疼腰细酸痛 强筋骨趋疼痛 输筋剑腰丸 对啊 广州白云山 陈礼记 国粹中药 将心传承 四百多年了 花儿满三季 2022山西少儿春晚来了 以鼓声微 专属于全省少年儿童 自己的春晚 花儿满三季 将携手 未来少年墙 超级校车 鼎鼎有名师 山西少儿三大王牌栏目 为大家呈现 不能错过的 年度世界盛宴 八年用心牵手 品质历久弥新 花儿满三季 已成为家长朋友 最新赖的 少儿品牌栏目 2022山西少儿春晚 再度启航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烘血不清 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 清血八味片 传承三百年 清血谷方 精选矿物药 动物药 植物药 三药合一 清烘血 您看准了 清血八味片 专利药 专药清烘血 清血八味片 祝您 烘血清 心脑好 猛奇清血八味片 花儿满三季 2022山西少儿春晚来了 鼎鼎声微 专属于全省少年儿童 自己的春晚 花儿满三季 将携手 未来少年强 超级笑车 鼎鼎有名师 山西少儿三大王牌栏目 为大家呈现 不如错过的 年度世界盛宴 八年用心坚守 品质历久弥新 花儿满三季 已成为家长朋友 最信赖的 少儿品牌栏目 2022山西少儿春晚 再度启航 书筋借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键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 2022山西少儿春晚 再度启航 致名主持天团 轮番助力 更有神秘嘉宾等着你 现象及传播热度 全媒体宣传覆盖 山西广播电视台 演播室录制 花儿满三季 2022山西少儿春晚 来了 鼓鼓声威 专属于全省少年儿童 自己的春晚 花儿满三季 将携手 未来少年墙 超级校车 鼎鼎有名师 山西少儿 三大王牌栏目 为大家呈现 不如错过的 年度世界盛宴 八年用心坚守 品质历久弥新 花儿满三季 已成为家长朋友 最信赖的 少儿品牌栏目 2022 山西少儿春晚 再度起航 山西广播电视台 花儿满三季 少儿春晚 咱山西娃娃 自己的春晚 12月至1月 在山西广播电视台录制 正月初一 到正月初期播出 全媒体搜索 花儿满三季 立即报名 第二天一大早 竟然下起了雪 就在卫官员 准备出发的时候 一辆三轮车 开进了司法所的大门 你有点啥事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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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第一 你先坐下 你先坐下 这样 好 你坐下 什么事 就那个 第一 第一 就是 那个 老二的 那个 拿着我们的 那个 第一 看 小小 你给我 跟 跟我 办事 这位 朴实的大姐 姓万 跟她一起来的 是她的丈夫 叫 星老三 你介绍一下 你这个情况 也就是这个地 原来是个什么 什么情况 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原来地是 老二的 我跟老二的 我公公 我婆婆 还有老大 老大 还有我们家的 就是一块 现在的 现在的老二死了 公公也死了 婆婆也死了 就是拿我们家的 原来 行家的一些收入 都是由老大 分配的 结果去年 老大突然去世了 这银行卡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到了 行家老二的手上 万大姐家 也就是老三家 迟迟见不到钱 这才着了急 卫官员和调解员 登记了 万大姐家的 基本情况 让他们回家等待 不用专门跑过来 他们会上门了解情况 尽快给他们解决 送走了万大姐 卫官员 前去寻找老郭 昨天 他和卖饲料的 刘师傅商议过了 看看老郭两口子 能不能接受 刘师傅提出的方案 下雪了 这给卫官员的出行 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而联系好老郭之后 卫官员 立马就找了过去 老郭 老郭 你开了 老郭 你也配事件 他也配事件 我过去 跟他也掃料了一下 根据你少回说那个 你说小哥特有一半的 最后干完了 这个一半 再来 后来我他也没钱 没钱 但是有个三年 你那个 有十千多块钱 饲料的检验结果已经出来了 各项指标完全符合国家标准 老郭的羊死亡的事情 这个问题反而是出在老郭的身上 原来那段时间羊肉价格上不去 原本应该出篮的羊 老郭多养了一个月 多喂了一个月的饲料 这才导致羊患上了尿结石 无法排水 活生生的给憋死 要说这个主要责任 还是在老郭身上 而刘师傅的问题是 没有把这个饲料的使用注意事项 告诉老郭 这才闹了这么一个乌龙事件 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 最后在魏官员的劝说下 双方都同意了调解方案 老郭欠的四千多元饲料钱 也不需要再支付了 而刘师傅赔付给老郭六千元 这样的结果让双方都很难 25年来 魏官员拖着残疾之躯 成功调解各类纠纷 两千一百余件 耐心 恒心 决心 是魏官员调解成功的秘诀 和老郭一家道别之后 他又骑着自己的摩托车 到大瑶村 寻找上午去过司法所的万大姐 他要实地了解一下情况 看到魏官员和调解员的到来 万大姐很是开心 他没想到司法所的效率这么高 万大姐说 其实二大白子拿着的卡里 也就一千多元钱 他之所以这么着急 就是怕耽误孩子在学校的生活 之后 魏官员通过电话 联系到了万大姐的二大白子 对方答应 只要一回到乡里 就解决这件事 和万大姐告别之后 魏官员回到了司法所 忙碌了大半天的他 才顾得上洗一把脸 之后 他又把自己的老火箭 里里外外擦洗了一遍 虽然我的腿就不方便 但是他就是我的脚 我的腿 有了他 我就一直能够走下去 我甘愿把一腔热血 一片刺沉 波扎在人民条件 这片充满和谐生计的热度上 魏官员一个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 耐凡所长的基层司法工作者 他推广的党建加法制加自制的 源头防制模式 使辖区纠纷大微减少 他把法律送到田间地头群众抗投 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他创立了老魏网上调解室 和老魏党员调解车 相结合的 网上网下全时空服务模式 随时随地随身服务群众 赢得了群众的信赖 架起了党同群众的连心桥 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使一件件复杂的纠纷 化干戈为玉帛 积怨多年的邻居握手言和 孤寂的老人重享天伦之乐 反目成仇的夫妻破镜出圆 多年以来 魏官员获得五十多个奖项荣誉 今年被评选为 山西省新时代政法阴谋 他的成绩是爱港敬业的积累 是对无私奉献的权势 如今魏官员的老魏党员调解车 已经成为了西村乡一道靓丽的风景 二十五年来 魏官员的摩托车已经换了四辆 行驶总里程达到了二十余万公里 他肯定地对我们说 老魏党员调解车会一直行驶在路上 东风旭文化传媒 集聘综艺编导摄像主持人 东风旭文化传媒 集聘综艺编导摄像主持人 成见广告 寻找志同道合的伙伴 一起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